吃菜我觉得还得是原汁原味 一定要吃当地的饮食文化 从根上吃 在家特别好操作 先说有没有肉吧 有 鸡肉 背筋都去好了 然后木耳 红花菜 苹菇 酒黄 应该是吃蒜黄 但是今天咱们没买到就吃酒黄 什么样子 然后这香菜 西红柿 葱 姜 蒜 我先把这个菜洗 苹菇丝那小条状啊 你不要太大的块 这准备工作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你喜欢吃的黄瓜 是吧 鲜薄 肉片是主料啊 肉片是差不多吧 比例 就是一比一比 对 都差不多 西红柿切片 切丁都行 待会因为咱要炒 让它出颜色 鸡肉这个鞋段厚度 大概一块钱吧 硬币的厚度就可以了 溜两肉 两颗盐就行了 麻了底味 料酒来一点就行啊 不要太多 先把这个料酒盐给抓进去啊 给一个蛋清 弄着撕拉油封一下啊 煎个四五分钟就可以了 锅开了以后 焯个三十秒就行 因为咱们待会还要煮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河南的菜啊 还得由河南的食物做 打个底啊 对 下那个葱姜蒜爆香了 大量的葱姜蒜啊 西红柿 葱姜蒜 西红柿 煎炒西红柿 这西红柿要多炒会儿啊 炒出那个粉骨色的汤来 好了 现在开始加水啊 有高汤入高汤啊 花花木耳平骨 下进去 盐口要重一点 稍微重一点点 比那个正常的汤 因为咱们最后还要放醋 开锅了啊 关小火啊 咱们现在开始下肉片 入手之后得多吃这个菜 这一步很关键啊 胡椒粉 不要提前放 快勾腺的时候 咱得放胡椒粉 爱吃辣多放点 醋 这个菜啊 也不能太稀 也不能太稠 你知道吧 这锅子感觉 有点像我勾炒肝的 蒜黄香菜 香油 OK 滴滴香 我每次做一道菜啊 大家好都说 哎呀 我回老家了 哎呀 特别想家了 给我来拍肉 莲汤肉片 早餐多逮 啊 河南人民就是会吃 该怎么做 你说 不行 我其实跟网友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怎么吃花椒油都可以翻面条了 呵呵 这个最好的搭配方式真的是磨烧饼 是鞋底的烧饼 就老家那种鞋底的烧饼 因为这个菜就是一个烫锅的 对啊 然后原料丰富 制作方法简单 一道简单的早餐做得这么上口 看看 一定要出大隔 向河南人民学习 你说这个啊 这做的比护子鸡还要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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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